附近摊商一片漆黑 民众只能摸黑逛夜市 上个月在宜兰东门夜市 因为摊商用电量太大 变电箱无法附和大跳电 这个月台北市也在短短三天内 因为溃线跳脱 开关故障 造成台北市中山区 士林区和北投区 三千多户停电 虽然都在当天紧急抢修完成 除了停电 民众更关心电价 因为台电自身财务出现状况 国际燃料价格持续飙涨 加上电价位足额 台电不断面临亏损 去年就亏损两千六百七十五亿 虽然今年四月电价调涨百分之十一 依旧无法弥补缺口 截至今年六月底 已经亏损了一千两百三十亿元 光是去年和今年台电已经亏损四千六百七十五亿 快要超越资本额四千八百亿 要是台电真的破产 相当于全国百分之八的GDP负债 由全民买单 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要多付十年电费 才能帮台电还清债务 因此经济部将积极争取 明年资本额扩大到五千八百亿 我们都有在持续的竞算 台电的财务的稳健 非常多需要的电厂跟电网的建设 那这个我们一定会让台电可以稳定的运作 这个一定会做得到 稳定物价和台电财务怎么做平衡 如何有效补贴 都成了台电最艰难的首要课题 华视新闻学界陈青顺台北采访报导 哈喽我是庄宇杰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